實際上我這個病是影響自己的行動能力 對我來說是心理性的打擊 三歲就罹患肌無力症 來自重慶貧困村莊的袁秋 從小就努力地學習 如何和病魔和平共存 14歲 因為當時病情逐漸惡化 走路走不紋 然後最終到站不起來 一切都只能靠輪椅 以及旁人協助的袁秋 在董事前父親與哥哥 就因病相繼理事 留下他與母親相依為命 但他卻沒有被命運打敗 寒窗苦毒不向命運低頭 袁秋不但以第一名成績考進高中 今年更以670分的總成績 考上西南財經大學金融系 我接受了社會課程的人士 以及我遇到的同學啊老師啊 還有我媽媽在背後的支撐 他們是我一路走來的不解動力 也是激發我堅持了前進的一個動力 為了讓袁秋安心就讀 西南財經大學特別為袁秋與母親 安排宿舍究竟照顧 希望讓這位生命鬥士 繼續在人生道路上發光發熱 記者綜合報導